长辈和家属在草丛旁排排站 这里是新北市戏纸卫生所 长辈排队接种疫苗 还有些长辈实在累了 坐在花圃上 脚底下就是排水沟 没有棚架遮太阳 天气热 还有蚊虫叮咬 导演叶天伦带着70几岁的父母来接种疫苗 看到这几项简直气坏 对蚊子叮然后日晒 就是这样子这么高的气温 尤其是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为了要打疫苗来群聚 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更让叶天伦无法接受的是 他打电话到戏指区公所反映 气得在脸书上点名一位公务员 写下您说你们站在太阳底下 我也是啊 我都晒到脱皮了 我想请问您72岁以上吗 你不会让你的父母在那里 喂蚊子晒太阳一个多小时 那你就不应该让市民朋友在那里 我已经接到后市长 还有我们的汐止区公所 有来电了 那他们当然跟我讲说 他们也觉得很抱歉什么的 新美市长侯友宜 亲自打电话道歉 汐止区公所也表示已经改善 我们实际到现场 搭一个棚子 他椅子我们都摆好了 现在请大家过去 那边有电风扇 空间有限 快轮到接种疫苗的长辈 才能上楼吹冷气 其他长辈则是在帐篷吹电扇 同人没有用同理心 来回应我们长者接待疫苗 这样子一个事件 那我们绝对会来做一个检讨 有一些情绪没有控管好 而出现了不当的回应方式 在这边还是再一次 跟我们的长辈跟家属抱歉 从区长到市长都赶紧来道歉 新美市府也承诺 接下来有两百多间诊所 加入施打行列 毕竟让长辈在烈日下 喂蚊子恐怕谁都难以接受 三小游家张和节省小组新美市报道